大家都知道太姥姥很宠妮妮 像我们平时不让妮妮吃太多的零食 不可以吃妮妮 但太姥姥看妮妮嘴馋又吃不着 就特别心疼 总是悄悄的给妮妮吃一点 姥姥你就惯着她吧 但是她也不是毫无底线的宠着妮妮 妮妮有时候口渴 直接会打开水龙头就喝深水 特别容易闹肚子 太姥姥也会教育她 告诉她这样是不对的 太姥姥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家里的水质确实不好 我们刚从海南回来的时候 一打开水龙头水都是黄的 为了妮妮的健康 我们在家里特意装了 海尔鲜活水普路净水器 它有1200G大通量 不到三秒就能兼满一杯水 而且在原有的纯水回流激素基础上 还添加了一斤激素 和斯里兰卡耶克活性碳的 这样既可以直接开饮 口感也会更加的鲜甜 妮妮每天可以喝好几杯 再加上双芯7G过滤 能滤出104种油滑杂质 给妮妮喝就更放心了 现在妮妮出门 太姥姥也会随时给她带个水杯 让妮妮随时都可以喝到水 现在抖音商城双十一好物节 海尔超品质 一箭力简超简的超级值 太姥姥是个农村人 对自己没有那么多讲究 但是对妮妮却没有半点马虎 这可能就是隔背亲的力量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